《昏暗世界大笑三生》 全球各地新老茶友 大家周末好 我是劉卓 話不多說 上本週新聞 中共山穷水盡 國庫空虛 各級各部門開腦洞 劃了錢 猛哥狡猜成了主業 在習總心智執法力思想鼓舞下 交警部門撐竿跳是躺平碰瓷執法 閃亮登場 您往這看 我去 這樣沒有行車記錄儀 判你個行車記錄儀 這襲警是分分鐘啊 哭死車主了 剛才您看上的 是2024年5月10號 13時57分 雲南省紅河移族自治區各舊市 上演的一場碰瓷執法戲碼 網友驚呼啊 這演技甚佳呀 蹦上機器蓋子翻身一躺 還瀟灑地扔了一煙頭 應該幹過不止一回了吧 不拿出讓交警滿意的money 這路您想過得去 輿論發酵以後 各就是官方委婉表示 聽說該視頻攝氏車輛是輛非法營運的黑車 網友秒回 黑車您就碰瓷執法嗎 您這要為暗黑操作打通理論賭點的意思 尊敬的茶友 您也說說 這交警舍命碰瓷 這是要幹嘛呀 一 勤拿黑車 二 碰瓷創收 三 交警救醫 精神病 您選哪個 趕緊幫忙敲個數字 錄製這集節目之前 碰瓷執法的後續呀 來了 當事警察停職 車主夫妻罰款10萬元 行政拘留10天 貌似是打手和韭菜 各打五十大板 其實雙贏的是誰呀 是黨 網友友云 中共是個法治國家 不問你信不信 就問你服不服 看完黨的公務人員 往人民群眾車上躺平的 咱來看一看老百姓在黨國政府門前躺平的 5月15號 網上傳出一段視頻 河南落河林影縣縣政府大門口 京縣一排排收割機 把政府崖岸大門口堵得嚴嚴實實 而現場傳出倒車請注意 倒車請注意 為這難得一見的場面增加了一堆喜感 親歷者表示 林影縣縣政府長期拖欠 本來已經明確承諾過收割機補貼 農民們最後忍無可忍 只好攜帶收割機 連人帶機去 直接政府大門口給你躺平了 躺平幹嘛呀 討債呗 你讓我沒活路 那咱就都甭走路了 您想到咱上期節目說過那個3月份的時候 湖南上千村民怒砸派出所討還公道的事 感覺中國人民真開始漸行真男人說那個 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 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了 有網友跟這調侃 這下可好 人民群眾收割機已經準備就去 你黨黑政府來嚐嚐當韭菜的姿勢吧這回 海外網友也發了賀電 祝賀大陸同胞跟國際接軌 據說法國和德國農民 就是當年開的農用機械進程抗議的 這招他成熟 當時以民謙虛表示 以前下跪維權 換來的是暴力鎮壓 橫竖我們都沒活路 幹就完了這回 試問黨那後媽 人民的覺悟 您還滿意嗎這回 為增加收入 各地政府是八線過海 湖北隋州開始打起死人的主意了 主意迅速引發連鎖反應 其中之一是什麼呢 這陳勝吳廣的隋州後人們 在5月1號這天把316國道長領段全給佔領了 這怎麼辦 要是黨戰我沒活路 咱就誰也甭走路 原來今年3月20號 隋州市政府要求 轄區內所有居民 包括農民 死後都必須購買公墓 否則扣留你骨灰 還得收取寄存費 在這之後 隋州市所有幹部24小時緊盯所有韭菜 一旦發現哪家有人去世 就火速上門全程跟蹤追尋 確保每個死人應收盡收 遷入收費公墓新居 隋州本是一五縣山區小城 農民生活都不容易 長領鎮更是一個窮字了得 於是 忍無可人的百姓終於爆發 連續三天上街抗議 徹徹底底堵塞了316國道 要求停止搶買搶買公墓這事兒 接下來 熟悉的套路又上演了 大批民警 特警協警赴現場 解決提出問題的老百姓們 網友友雲徹底無語 房地產崩盤 黨搜刮百姓而不得 開始玩死人房地產加搶買搶賣的生意了 這問題是 公墓使用七億才二十年 子子孫孫得永久續費呀 按你黨那狼姓萬一將來欠費 股會被扔出去 那是分分鐘的事兒呀 就問一聲 你黨怎麼頭上升窗 腳底流膿 壞得這麼透徹呀 話說 為了增收 全黨上下全都拼了 就在湖北隨州跟活人商量收死人錢受阻之後 河北秦皇島想出一好轍 直接用死人來賺錢 說來話長 您肯定知道孟江女哭長城的典故 不過呢 這孟江女到底把哪兒的長城給枯倒了 具體地理位置是哪 您是不是就不清楚了 最近 網民震驚發現 河北省秦皇島是山海關區 天下第一關景區攻克了這一歷史性難題 攻克方法是什麼呢 在景區裡邊樹立一個證據石碑 上書一行大字 孟江女枯倒長城處 面對石碑上的一個處字 圍觀群眾紛紛恍然大明白 哄堂大笑場 這塊石碑立的太有水準了 這等於孟江女背黨一錘定了音呀 小孟同志 你就是跟這兒哭倒的長城 就這麼定了這事兒 人民群眾趕緊排隊繳費照相 走起吧 小孟被成功安排 網友無語表示 這旅遊創收是越來越難了 未創收 黨連傳說中的人物都不放過呀 還有網友 瞬間腦洞大開 我名兒 跟我們家立院裡邊立一杯 高老莊 豬八戒 背媳婦處 誰也甭加撕排隊呀 先換上豬八戒的衣裳 再擺個pose 咔嚓一下10塊錢 微信支付現金 都行麻哩的 網民默默表示 這孟江女是勞動人民在殘暴統治之下 悲催命運的代表 這石碑不就在呼喚民間反抗暴政的力量嗎 拖措中國民主盟牙的里程碑呀 秦皇島市委書記 一聽 一邊哭喚在廁所 一邊告饒 饒命啊各位 我真沒想高級嘿 中共貪官被抓 查出妻妾成群 二奶 三奶 一百奶 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 可因為中共女貪官被抓以後 查出百十來號二爺 您聽說過嗎 那我再告訴您 還有好多是外籍二爺 您是不是更傻了 現年60歲 時任貴州省碧潔市司法局局長張玉梅 因為貪腐問題 被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什麼呢 這張大媽在任期 包養情婦成癖 有據可查 大華能記得住的 就有98個人 對 您真沒聽錯 差點就湊夠100個了 其中還有不少歐洲男模 張大媽被抓之前是九色財氣加吸毒 五個字信全部給您拉滿了 收受大額賄賂 自不必說 午飯晚飯 閉合茅台 一群歐洲男模是安全滿號 此外 還跟戒毒所沆瀉一氣 吸毒 外加販毒 有道是NO做NO待 在多次被舉報以後 張局長終於玩齋了 據說 被紀委帶走的時候 嚇得是直接尿褲子 整個褲子都被尿濕了 跪在地上一通大哭 紀委抄家的時候 還跟他們家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 不知道 這位淪為階下求的張大媽 會不會回憶起她的童年時候的故事 張大媽出生在貴州省七星關 一個農民家裡邊 小時候晚上家裡窮 兄弟姐妹又多 張玉梅經常是餓肚子 在兄弟姐妹裡邊 張玉梅學成績是最好的 而且最聽話 父母是砸鍋賣鐵送的讀書 考上了貴州大學法律系 她沒想到了什麼呀 童年天真的理想 卻在共產黨逆淘汰特權抵制之下 被一步步勾引到掉進深坑的階段 有網友表示 張大媽被法辦她不冤 不過 讓她承擔全部責任 實在是冤枉張大媽了 讀過《共產主義終極目的》這本書的人都知道 貪腐淫亂本身就是中共的育民之術之一 中共竊政以來 一直就在私生活領域 有意放送各級黨官民眾墮落 為什麼 因為中共太清楚了 只有把民眾變成自私 冷漠 貪婪 邪淫的那個人 他們才能沒興趣 也沒能力關心所有的公共領域和維權領域 中共就這樣就可以隨便折騰到中國人了 同理呀 中共也是用這個辦法把黨官的慾望調動起來 一邊享受荒淫無度的特權 一邊幫黨幹壞事 欺壓咱老百姓 說一千到一萬 不解體的中共 中國亂象 淫亂的社會風氣 永遠也不可能得到解決 國貨之光 福建號 雷人雷出黑烟的事 您聽說了嗎 前一段時間 福建號出海試航 央視人民日報是輪番上陣 厲害了我的國 結果 一些軍事迷網友發現 福建號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劍橋上方明顯冒出一縷黑煙 頓時自豪感直接氣化了 有一網友突發奇想 發微博呼籲大家 對著咱們海軍航母不冒黑煙 每人咱就捐200 造無煙的核動力航母 您會捐嗎 發完之後 自問自答說 捐200 不如多抽幾盒滑子得了 這串反串是 自問自答 璇際照來大量網友的留言 有說 有的人光活著就已經拼盡全力了 醫療380 好多人都選擇不交了 還讓我們每個人交200 您做夢呢 燕民網友直接跟上 我雖然平時只抽5塊以下的 但如果建核動力航母 國家真缺錢的話 我就願意買一條滑子 而下面的評論獲得了最多的點贊和支持 什麼呀 新加坡沒航母 德國也沒有 丹麥 瑞士兵黨人全沒有 內裡的生活讓人嚮往 所以 人民的幸福 跟有沒有航母 它沒有關係 話說回來 我要真捐了300塊錢的花 我被城管欺負以後 能不能呼叫航母支援我們呀 航母總指揮表示 支援的幕友 警員的在路上 常常聽網上有人說 連油漆都造不明白 你跟我說造航母 這句話 它是有現實版了 5月14號 國內多家媒體報導 浙江湖州長興縣青少年公幼兒園 60余名4到6歲的幼兒在上學期間 發生群體性流血事件 引發網民激烈聲討 有網民爆料 說這所幼兒園2023年8月底新裝修完教室 9月1號就讓幼兒直接入園了 僅僅他幾天的時間 今年4月底的時候 小班學生開始出現群體性流鼻血 甲狀性囊腫和甲狀性結結 鼻炎等等症狀 一查發現什麼 是教室甲醛嚴重超標所致 這麼多孩子甲醛中毒 要各西方國家立馬全校停課 學生挨個體檢 校長直接給你抓起來升堂去 可是 在咱們大千朝 幼兒園只是簡單停課4天了事 幼兒園領導啥事沒有 對流血事件漠不關心 也沒把真實情況告訴同樣的新教師上課那個中班學生家長 事件曝光以後 熟悉的味道又開始了 5月15號 長新縣官方通報闢謠 不存在網傳60余名幼兒在學校群體性流血的情況 最終結果有待查證 大家都散了吧 想起晚上那金句了 如今黨國看屁謠就跟看事實一模一樣 萬能茶友 您猜猜看 這案子的結果會如何發展呢 A 孩子家長情緒穩定 B 小孩流血 有意健康 C 不傳謠 不信謠 有本 你們就潤吧 茶友們 請您瞧個數字 在黨國 學生不安全 老師也危險 最近 不少網友在中國各大社交平臺上曝光了多名大學和中學老師去世的消息 上週 42歲的東北師範大學副教授吳浩琳 還有41歲的華融師範大學講師黃飛 因病接連去世 網友 曝光這位黃飛呢 是打了新冠疫苗三個月以後 突然患白血病去世的 還有網友留言 揚州大學一位剛滿40的教師 還有南京一位大學教授 風華爭蠻的年紀相繼也都離世了 河南寶高校老師王倩也說 他任教這個高校 今年也有5個老師去世 年紀都在40到60之間 最年輕還有一位才31歲 現在學校很多在職老師都不停的咳嗽 上醫院檢查只說你是肺炎 醫院裏邊有大批咳嗽的患者 統一也叫做肺炎 河南某個中學趙老師也說 當時不打新冠疫苗就不讓你上班 打完之後 老師們陸續開始出現各種後遺症 學校老師有很多猝死的 光他知道就有兩三個 而且年齡才三四十歲 另外還有四川某中學任教的俞老師 還有廣東中學盧老師也分別透露 說 學校很多老黨員去世的也很多 在職老師打完疫苗半年以後 一體檢 一堆肺結結的 唉 這中共病毒在黨國暗地裏邊肆虐 真心希望能聽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遠離中共 遠離中共病毒 退黨保平安 唉 咱聽了半天鬧心事 說點好消息 5月7號 珠海市政府發通告 好消息 好消息 珠海油軌電車運營停運啦 您是不是有點暈呀 車輛停運 為什麼成了好消息 還要昭告天下呢 這事兒說來話長 2017年 也就是7年前 珠海市耗資了30個億 開通油軌電車 油軌電車是開通了 可是因為技術安全問題天天找麻煩 怎麼辦 只能最後停運了 到現在 電車已經停運整整三年了 電車所佔據那個路段 行人和其他車輛完全沒法正常通行 百姓為這事兒也是怨聲載道 最近終於可以把停運的電車軌道拆掉 換成兩條機動車道了 民眾直接洗大譜溫 一想 有這麼多機動車道 太爽了簡直 媒體稍後悄悄披露 珠海油軌電車運營4年 運營成本是車票收入的多少 100倍 車票收了387萬 可是運營成本達到3個多億 如果完成車輛大修以後 再運營的話 又得投入3000萬 惡性循環下去是沒處找錢 徹底歇態 所以只能走起停運了 有知情人跟進透露了一下 珠海花30億弄油軌電車 裡邊必然有軌 當年 珠海市情理路上一個路燈的燈柱 叫好幾十萬 這30億項目 那是人多少錢打了水票 誰知道呢 還有網友跟底下補刀 30億打水票 好歹還坐了三年車呢 咱國內多少幾把億的項目 亂爛尾了以後 毛都沒見著 咱韭菜就偷著樂吧這30億 敢問爛尾弟一下 您下一個爛尾項目 準備指揮點啥呢 真正的好茶來之不易 從產地採摘 再到最後的製作 每道工序都得足夠用心 才能製出一款好茶 藍莓優品最近推出的極品白茶 茶也完全自然生長 天然有機 通過了瑞士SGS農藥檢測 100%健康 去年融獲了法國巴黎的AVPA白茶金獎 這款白茶是人工採摘的茶尖 產量非常稀少 由台灣幾十年經驗的資深茶師 運用白茶新工藝製成 俗話說 白茶是一年茶 三年要 七年單 極品白茶存越久 味兒越醇 您細品以後 後面會轉換水米桃香和香檳香 不是真的不知道 現在點擊描述廊和紀念留言的鏈接 可以享受買兩包極品老白茶 送一袋特級紅茶的優惠 完美優品購物網站滿70美元 美國 香港 台灣都包郵費 中國大陸滿600美元包郵費 話說 航母冒煙 電車停運 大號中號的黨做不好 小號私家車 是不是就可以隱瞞了呢 這問題疑似 它也要爛尾了 上個月 華為電動車 問見M7 著火 車門鎖死 三個人活活被奪去了生命 就在人們聲討 遙遙領先的華為生產力 為何出現如此重大事故的時候 問見M7又一項功能 自動駁車也那個啥了 5月13號 網傳視頻顯示 M7車主在停車場使用自動駁車系統駁車的時候 直接撞上旁邊一輛大貨車 發視頻車主就說 我剛提車5個月的M7 自動駁車直接變自動撞車了 前面有輛大貨車 卻沒有任何報警提示 車都撞上以後才發出一點警報聲 車主事後聯繫華為公司 得到回覆是什麼呢 在靠近貨車的時候 是不能使用自動駁車系統的 因為這個駁車輔助傳感器 無法識別特殊障礙物 這種事故屬於操作者全責 這車主瞬間蒙圈了 這麼大一貨車屬於特殊障礙物嗎 華為你是在逗啊 就在這車主準備進一步維權的時候 車主的抖音帳號以遙遙領先的速度被封殺 視頻被刪除了 時光網友不僅感嘆 刪視頻封號遙遙領先 提出問題的人被完美解決 擋起姓擋 請擋檢閱的華為 牛 部分M7車主也瑟瑟發抖的發問 神秘組織生產的神秘車 咱惹不起躲不起 趕緊出吊吧 有道是 你關心車的安全 黨關心你手機的安全 最近 黨國安全部公佈新規 國家安全機關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其中第40條 怎麼說的 當地執法人員將被賦予檢查電子裝置的權利 簡單說什麼呢 就是以後 歸國華人必須無條件接受檢查手機電腦 7月1號開始施行 哎 眾所周知啊 最近幾年咱們華人出國 尤其是那些反美式工作 赴美日生活的人民公仆們 入境美國之前 都會偷偷跑廁所裡邊 對著那鏡子 花三分鐘調整一下自己的人設 並且徹底清理一下自己的手機 免得入境美國海關的時候 那反美朋友圈被美國海關抽查 而導致被遣返 如今 黨國也出台了相應政策 從美國回黨國 還得再清理一遍自己的手機 政策有云 緊急情況下 卻有必要立即查驗的 經國安機關負責人員批准 執法人員可以當場實施查驗 也就是什麼呢 行走的50萬 在黨國升級2.0版本了 網友表示 這政策妙呀 出去被人翻 回來還是被人翻 咱裡外不是人 有網友會寬心 一個叫防禦性翻 一個叫保護性翻 這樣理解 是不是就好受一些了呢 當奴隸主和外人決裂的時候 奴隸就必須得做出一項選擇 屬實是 公平又公正 茶友們 您或者您的朋友 有被翻手機的經歷嗎 歡迎您在評論區 分享一下您的經歷 回國的要查 永久性留在國外的 也要查 要是撞上周黛瑜 還會查出點問題 最近 大五毛周小平 網絡出號周黛瑜 為了蹭著中共發射月球探測器的熱度 發文炒作一個事兒 所謂美帝登月造假的一個話題被他炒作起來了 結果呢 結結實實撞到南牆了 周小平發了一個微博說 包括航天院士在內的很多專業級人士 都對美國登月是懷疑 那些相信美國登月真實的人 智利可疑是真傻的傻子 網友不懂就問呀 回帖 請問哪位中國航天院士懷疑美國登月的真實性呢 哪個專業人士又懷疑真實性了呀 黨媒《中國科協》發了一個文章 從側面幫網友回答了一下這個問題 300多公斤的月染和月顏樣本被帶回地球 那些都是只有在月球上才能夠取得的東西 並且現在已經得到了全世界科學家的驗證和認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造假比造真還難了十萬八千倍 眼看周小平被官媒打臉 立馬緊急他轉向 即便各國科研機構已經交叉驗證了 無數次美國載人登月的真實性 但我周黛瑜仍然希望中國人對美國所宣傳的登月成果 保留一絲絲懷疑的雨滴 針對周小平這桶折騰 網友感嘆道 死鴨子嘴硬 死鴨嘴更硬 肉爛嘴不爛黨 後繼真是有人呀 15號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2月底 發射了大約50枚的朝鮮彈道導彈 烏克蘭專家對導彈碎片進行了一項分析 研究結果令人暖心 朝鮮導彈超級的不靠譜 怎麼回事呢 韓國情報部門給出了一個原因 說三胖給普京那些導彈 基本都是20世紀70年代的古董導彈 但羅斯自身導彈實在缺乏 只能硬上自己頭皮 用三胖加古董導彈充數 可偏偏朝鮮的古董炮彈 跟朝鮮人民一樣 餓的是弱不驚風 發射都成問題 直接跟哪 跟俄軍的火炮跟迫擊炮的炮管裡邊原地爆炸 導致不少俄軍士兵被原地烏龍炸死了 烏克蘭檢察官辦公室也曾經表示過 屬於烏克蘭武器專家發現一個事 大約10%的朝鮮導彈在飛行途中就已經失去預定軌跡 在空中自爆了 以至於後來連碎片都找不著 總之普京用了朝鮮炮彈 不但沒對烏克蘭實施打擊 反而讓自己是損兵折降 而俄羅斯炮兵發射炮彈的時候 也像電影裡邊 拿著紙裝一顆子彈的左手槍 對著自己腦袋開槍的場景一樣 隨時準備奔赴皇權 范能察友 就衝朝鮮炮彈這事兒 就知道獨裁國家的爆團取暖不靠譜了 但話說為什麼習總還非要爆團取暖不可呢 5月9號 意大利政府發出針對毒品芬太尼的一個警報 意大利芬太尼源頭主要來自中國網站 這些網站假裝是正常的藥裝網站 使用一些特殊文字作為代稱來進行芬太尼的交易 然後通過郵寄或走私方式留住意大利 再用加密支付的方式逃避追蹤 意大利政府必須制定計劃 以防止芬太尼在意大利的擴散 大家知道最近這些年 中國大量走私和販賣芬太尼到美國 造成了超級嚴重的社會問題 美國國會4月發布了調查報告說 2022年美國約11萬人因藥物過量而死亡 其中約7成跟芬太尼有關 而中共政府放任甚至補貼芬太尼的製造 大量流入美國的芬太尼毒品有97%來自中國 全球的幾乎所有芬太尼前體物質 都是Made in China的產品 意大利董理府國務秘書曼托瓦尼也說 結果長期網絡監控發現 芬太尼之所以能進入意大利 主要就是通過網絡兜售 尤其是中共的網站 中共芬太尼壞壞美國壞壞歐洲 各國掐斷中共走私渠道固然重要 但能根本上解決問題 還是要認清中共 解體中共才是治標又治本的一個良方 黨國毒品芬太尼可怕 其實更可怕的是什麼呢 是精神毒品輸出的更是遙遙領先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TikTok的禁令 TikTok幹的那些 挫使青少年挑戰生命極限的壞事 也逐漸被曝光了 前一段時間英國一個11歲的男孩 參加TikTok上面的吸噴氣挑戰 因為吸入有毒揮發氣體導致心臟驟停 搶著無效死亡 去年3月份 一個13歲的澳大利亞女孩 也因為參與吸噴氣挑戰 心臟驟停8天以後去世了 另外去年美國麻州一個14歲的學人物羅巴 在校期間參加抖音上流行的死神薯片挑戰 吃下爆辣玉米片以後出現胃痛症狀 回家以後陷入昏迷送醫搶救號無效死亡 人命關天TikTok卻視而不見 變本加厲的翻新各種挑戰內容 而且毫無下限 曾經有一個月挑戰內容是什麼呢 毀壞學校廁所裡的所有公物 比如拔掉廁所裡的廢道盒 拆掉洗手盆 在馬桶裡放火 把馬桶砸碎等等 還有一個月是什麼呢 縮使學生打老師打校長 更可怕的是什麼 要去性騷擾然後拍視頻發到TikTok上面 總之啊 TikTok幹的壞事是慶竹難書 上網一搜是鋪天蓋地 不禁真的不足以平民費 碰上這麼一個轉圈坑人的黨 中國同胞 您怎麼還不可能劃清界限呢 您還等什麼呢 好嘞 一週一款歡樂上限 大笑新聞 咱們不見不散 下週末 我們再見